一位年轻美丽的公主 一周内辗转了多个国家 参加了无数个活动 所到之处 都有民众热烈欢迎 这就是安妮的日常生活 每天的行程 都由大臣和管家提前制定 就算活动结束 作为公主的安妮 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活动 夜晚休息时 女管家会将第二天的日程 安排与公主进行沟通 说是沟通 其实还不如说是告知 身为公主的安妮 每天的安排紧凑得过分 所以不出意外的是 听完管家的汇报 安妮公主就彻底崩溃了 为了让安妮情绪稳定 管家找来医生 为她注射了镇静剂 我们都很羡慕 上流社会的生活 可对于一个年轻的公主来说 要是隔三差五地 需要注射镇静剂 面对这样的压力 我还是就做个普通人好了 这样身不由己的生活 公主殿下已经受够了 管家和医生离开后 安妮就迫不及待地换好衣服 爬出窗户 穿过屋顶 顺着楼梯来到了城堡门外 刚好有一辆杂货车停靠在这里 一不做二不休 安妮公主爬上了这辆货车 就这样 安妮公主成功地逃出了城堡 在货车上 安妮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夜晚的罗马街头 和白天一样繁华热闹 和上流社会的刻板虚伪不同 每个人都充满了热情 过了不久 安妮就在广场下了车 由于镇静药物的作用 还没见识花花世界的公主就困了 镜头中的这个男人 就是影片的男主角 他的名字叫乔一 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经济拮据 今天又输了牌 回家路上他 恰巧经过广场 遇到了药效发作 正在背诵演讲词的安妮 这大概就是电影史上 最美丽的邂逅 也是一段颠倒众生的 爱情故事的开始 在出租车上 迷迷糊糊的公主大人 根本就说不出自己的住处 司机想要收工回家 此时是一脸的不耐烦 无奈的乔一 只好带上美人回家了 这个桥段后来 被无数电影电视剧模仿 但我感觉它从来没被超越 这甜甜的靠被杀 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 你必须换上睡衣 你只能睡在沙发上 好吧我只能帮你脱掉领结 这是一个虽然落魄 但善良正直的男人 在外面等了半天的乔一 一进屋才发现 安妮还是舒服地躺在了床上 我受够了 我才不要灌着你的公主病 你给我过去吧 然而公主依然在梦乡里寻找快乐 一夜都没睡好的乔一 早上才发现闹钟也坏了 本来安排好的对公主的采访 已经过了时间 她胆胆突突地回到报社 准备和老板斗智斗勇 可是看到报纸上的照片 乔一惊喜地发现 昨晚住在自己家的女人 竟然是一位公主 乔一紧张地一塌糊涂 立即拨通了公寓管理处的电话 确认那位美丽的公主 还在自己的房间 听好了 你给我拿枪守好房间 连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 于是她与社长打了一个赌局 如果她顺利采访到公主 并且拿到一首新闻 社长将输掉一千美金 如果乔一输了这场赌局 就再给报社多打工两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乔一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 确认过眼神 这是对的人 赶紧把安妮放到了床上 这可是一尊大神了 这时安妮从梦中醒来 看见眼前的一切 还有这个高大的男人 公主大人被吓了一跳 但这种随遇而安的感觉 还真是不错 梳洗后 安妮虽然很惬意于这里的安妮 但还是与乔一告别了 感谢乔一为自己做的一切 似乎还有点依依不舍 独自一人走在罗马的街上 安妮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她从小生长在安逸富足的环境中 从来没到过这样平凡拥挤的平民世界 在闹市中 安妮用从乔一那里借的钱买了一双新鞋 然后又改变了一下发型 我要剪短 再短一点 更短一点 安妮从一个长发美女 瞬间变成了青春四射的短发少女 就连理发师都立即被迷住了 你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而这一剪 造就了奥黛利赫本最经典的荧幕形象 没过多久 乔一和安妮又一次相遇在广场 这个所谓的偶遇可把乔一给累坏了 毕竟还有个赌局在等待着她 乔一热情地邀请安妮来一次罗马一日游 免费导游 不要钱的那种 只要让我带你 玩带你飞就好了 安妮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在街边咖啡馆喝杯咖啡 像别的成年人那样抽一根烟 骑上小摩托逛个街 在普通人眼里那些普通的事情 安妮却渴望而不可及 玩得太嗨了 把市中心搞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连警察叔叔都被惊动了 但即使在警察局 安妮都觉得一切很美好 一位美丽漂亮的公主 正在别的国家访问 无缘无故地从住所失踪了 可以想象两国官员都要疯掉了 随即派出特工在罗马开始了寻找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溜走了 安妮和乔伊来到了河边的舞会 自在逍遥的生活也已经走到尽头 就在舞会上 特工找到了安妮 美丽的爱情往往都发生在错误的时间 在舞曲中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两人心中激荡 然而 此时乔伊发现不妙 立即上前将特工打倒在地 此时的会场已经乱作一团 就在逃跑的路上 两个人双双掉进了河中 上岸之后 乔伊看着湿透的安妮一阵怜惜 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 一个深情的吻纠缠住了两个人 虽然乔伊最初的动机并不纯 但此刻她真的爱上了这个美丽纯真的女孩 不管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 不管你是否相信 24小时的相处就可以爱上一个人 反正看了罗马假日 我是相信了 回到乔伊的住处 电台中正在播放安妮公主生病的消息 此时的安妮能感觉到 世界正在为她的安危担心 小孩子气得闹剧该要结束了 她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公主 这不仅是尊贵的身份 更是一生无法卸下的责任 而她和乔伊的这次告别 也许就是一辈子的不相见 毕竟两个人身份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回去的车上 两个人一直沉默无语 最后安妮说 我要离开你了 目送我消失吧 然后回到各自的生活 不要说再见 我说不出口 安妮回复了公主的威严 然而她还能回到从前吗 乔伊在窗前坐了一夜 然后决定把公主这一天的行踪 永远封存 那些费尽心机得来的照片 那些会轰动世界的绯闻故事 那些激动人心而又美好的瞬间 那是人和人最浪漫的记忆 但也是国与国之间最致命的武器 在记者会上 乔伊与安妮再次见面 两个人没有过多的交流 只有彼此的信任和心照不宣 还有那人在眼中的泪流回心里变成了血 有些事情我应该放在心里 就放在心里永远不去打扰 当梦醒来之后 一切都回到原点 一个是高贵的公主 一个是落魄的记者 两个有着极度反差的人物 演绎了电影史上经典的爱情片 《罗马假日》 影片构思非常简单 也没有大场面制作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成为永恒的经典 美妙年华的公主 厌倦皇室千天一律的生活 短暂逃出皇室的她 在喧闹的街头 找回了自己年龄该有的样子 体会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还有一段永难忘怀的爱情 这部描述24小时浪漫爱情的影片 从邂逅到相爱 感情是那样的热烈而又含蓄 安妮一直在撒谎 乔宜也一直在撒谎 但这是两个善良而纯真的灵魂 在谎言之门这一幕 面对说谎会被咬到手的狮子 单纯的安妮欲言又止 却真诚地相信乔宜的表演 在无边的许愿墙边 安妮默默地许下心愿 却知道这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爱情是什么 幸福又是什么 人生本就是一部痛苦的剧本 在缘分中那早已注定的相遇之后 我不能陪你走完一生 却留给你一生都可追忆的幸福时刻 可能那才是幸福最唯美的定义 每一部好的电影都像是一场华丽的梦 我们多希望能在其中沉醉地久一些 再久一些 好了 今天的影片讲完了 我是动影二号小姐姐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